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继续回来第二个部分投资有道的时间 美股最近的表现已经很一样 导致更加在这两天曾经跌穿过一万点的惯口 究竟后市应该怎样看呢? Runo,其实跌穿一万点很害怕 是啊,没错 会不会说未来还有机会试下去呢? 这个机会绝对有的 但通常来说都是基于一个技术分析角度去看 很多时候我们分析家来说 有不同的意见,但怎样的意见也好呢? 我们都不同于大市的结果去争拗 市场结果永远是对的 在过往的图表来说 如果我们有图表,你看到道瓊斯指数来说 曾经跌了 接着有一个短时间的升幅 最近又跌到50天 以及200天的平均线 相距去之下的支持位 还有一段距离 大约9600多点 9600多点 所以你看到已经跌穿过一万大关 一万大关当然是一个心理的位 因为一万一万的数字很危险 但其实距离最低的位 9600多点还有少少位跌 所以在道瓊斯来说 我们就不要急于入市了 因为跌穿了阻力之条位 就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还有机会跌 但也有些人比较 我们叫做贪心少的人 就想着现在收拾平货 我就不太赞成个人来说 始终的trend来说 即走势是跌的时候 我们跌去买它的时候 我们叫做catch a fortnite 就是把刀跌进来 你用手去抓住它 可能会戒掉手 所以希望等到形势明朗化了之后 才去看 但相反如果看回 S&P的看法有点不同 S&P似乎现在刚刚去到一个支持位 支持位那里很有机会 就是一个我们叫做rally 有时刚刚那个市场 我们叫oversold 超卖的时候 过了趁得入市 其实现在呢 S&P来说 就去到一个刚刚的支持位 如果这个支持位 有反弹的时候 我相信 就不太差了 所以我看回S&P的形势 比较好 不过这样 其实你说 在导致方面 还有空间可以再跌下去 不过这个标普方面 都不排除可能有一个升幅 但是其实 未来后市主导的因素在哪里 刚刚出来 那几个数据 譬如前一两个星期 那些数据出来都很差 那未来又似乎 又不是太多的一些利好消息 有机会出来 那其实 后市的带动因素在哪里 我相信如果 业绩期已经过了的时候 整个市场来说 这个焦点 会集中在经济指标上面 我们的经济上 全世界都在看美国 美国始终也叫大哥哥大车头 如果美国出来的经济指标 都是不如理想的时候 真的对市况有多大的影响 即都要看一些基本的东西 绝对是 嗯 那我们再看回 刚刚出来的新生性失业 救济人数 那里 查出来就减少了 那其实 会不会说 譬如来近9月开始 亦都是一个新的投资的季度 没错 很多投资者都回出来 开始有一些投资 那其实 未来的9月 会不会 那个情况 比夏天的售后 我相信 交易价一定会增加的了 在未来前景里面来说 你看到 那个叫做 美国的债券市场 那个长期债券债息 是一直越来越低的 那变成了 当债券息低的时候 对某些行业 都有影响的 是好的影响 你银行的成本低了的话 其实如果借贷项目来说 应该是对它 就是美国银行的 那个赚钱的空间 是大了一点 那再加上一些机构 如果想去借钱 去增长 成长 那时候 你可能那个借贷成本 就低了 那我相信来说 因为利息持续低的好处 再加上美国 那些人开始放假回来 那我相信9月份 那种流量 会有少少少 我们叫做 不可以说回光反照 相信有少少少的rally 我都不出奇 不过我自己看 就觉得有些隐忧 在这里 就是看回美国方面 那个借贷 或者负债方面 其实都挺严重 刚刚出来 就说这个标准普尔 亦都非常关注到美国的负债问题 又说如果真的不解决这个负债问题 那三条A的评级 随时都有机会是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 不如长远来说 都会是一个引优 是吗 是收拾平货的时候 还是有机会 继续跌下去 你自己看 我觉得油价 你除了油价跌之外 你最近要见到 最近美国储存的数量 都富存 富存 就比较多了 多了的意思就是说 有供应 始终这个世界来说 所有的价格 商品价格 都要视乎那个供求的影响 如果供应多了 需求少了的话 价钱一定会是大 会是跌的 我觉得油价偏远 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情况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 价格低低的话 在这方面来说 我暂时有个保留 我觉得会低是会低一点 但是会不会是收拾平货呢 又是没有时候 那大家可以看着 金价方面 也有很多朋友留意着 现在特别是印度方面 一个很大的黄金需求的国家 接下来也是分价的黄贵 对黄金的需求也是增加了 金价在这方面有些炒作 现在金价也升了几天 加上经济前景也有些不明朗 那些人都喜欢拿着黄金来避险 其实黄金来接下来 也会否可以提高一些 是 黄金方面来说 你看到现在都是在试1300元的水平 即是陪估了1200多点 到一段时间了 所以如果你是担心其他市场 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 黄金的投资 即不是一个不好的投资 即买黄金的时候 你想想 传统的人买黄金 一条条金的买 其实原来买黄金有很多方法 现在叫黄金的指数 如果你不需要买实金 买黄金指数来说 都可以做到黄金的投资 刚刚昨天北美洲 黄金就收在1241.3美元 就是原因开始 接下来 Ronald说可以去到1300元 大家可以看看 我相信这个商品方面 当然很影响 就是我们多伦多的TSX的指数 当然 其实TSX刚刚昨天 都升回了少少 升回90点 但是几间出来银行的业势 是一般的 都限制了一些的升势 其实未来TSX方面 你自己的看法是怎样 多伦多 你见到 比起美国的基础因素来说 真的很多 我们有一个好的资源生产国家 再加上金融制度 都比较稳健 所以TSX反而觉得 在今年 会比起未来 正在如下的一年来说 会比美国 会超出它的投资回报 嗯 现在看到 美股现在最新的表现 现在导致未来指数 升28点 做10075 而是标准普二方面 因为未来指数 升4点 做1058 都看到了 美股今天 应该都高开了 但是那个升势 可不可以持续呢 或者是明天 或者下星期 究竟是怎样 大家也拭目以待 今天呢 节目时间也差不多 多谢大家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早上9点钟 继续有财经360 出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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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